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提到 这出问题是我们最倒霉的 我个人的看法呢 我也跟他答应了我 我说呢 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说吧 因为今天正好有这个问题 这样相应的内容 那你说老百姓倒霉不倒霉 确实 这个你最不可否认的是老百姓倒霉 但是你要往前 我只能说你再往前看深看一步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现状了 我们面对自己真实的现状去坦然面对的话 是一种能力 是一种坦然 是一种真正做人的一种道理 对吧 因为说你今天我现在就没钱 我牛脸我就做着梦 我非得做一中国梦 我非得想弄出十个亿来 这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说我不让它发生 说这事如果我们倒霉的话 我们就不让它发生 这也不是那么回事 你怎么不让它发生呢 人总想自己说了算 但是在我的自己角度理解当中呢 我强调的是一种大善和大恶的概念 我强调的是一个在今天中国的无神论的这种背景之下 可能这样的灾难出现的过程中 会真正从根本上击碎 中共所宣导的无神论的这种荒谬之处 可能真正出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就是我说那句话 如果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 要做中国梦 如果我们连做梦自己都控制不了的话 你能控制什么呢 人说梦是假的 但梦又是每一个人独享的 而这独享的梦当中 却有着我们自己内在的一种无法控制的东西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这是多么对生命在理解当中多么特别呢 很多朋友你说 石涛你有瞎掰 我没什么瞎掰的 弗鲁伊德是现代医学的鼻祖 精神科的鼻祖 他最著名的著作就叫梦的解析 从他的理解当中 他去讲的 这有什么可讲呢 他用现在 他的现在的手段 他当时的现在的手段 去解释梦的来源 梦的这个梦的那个 你有什么我说的梦不深刻的呢 对不对 你现代医学的鼻祖 他就说的梦 我今天跟你说的梦就是你做不了 对自己的你做不了 所以想一想 所以我才讲说 守住自己的善念 可能在经济崩溃的过程当中 很多事情大的 更大的变化 超越于经济崩溃的本身出现 那是取决于生命的善与恶的问题 所以更超远一点 背景更大一点 来看待这个事情 当然你说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我们分析问题 肯定从现实的问题去分析 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有篇文章这么说 中国四大银行流失的万亿存款流向 何方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中国人民币存款余额首次历史性突破 百万亿元人民币大关 但短短两个星期 中国又传来四大银行 七月份一个月的流失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 流失的一万亿人民币的存款 最终流向哪里呢 这是个问题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近日刊登了文章 将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和建行 所谓的四大银行 一个月内的流失 一万亿人民币成为可怕的消息 然而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的专家 叫做姚树杰博士认为 说这一个消息可怕 多少为时尚早 因为底数比较大 可能是这个概念吧 他讲说存款的数额有高有低 一万亿对老百姓来说天文数字 对银行来说则不尽然 中国现在的余额超过百万亿人民币 流失一万亿只占存款的百分之一 那现在急于下结论 恐怕为时过早 我个人的问题呢 可能不在于这 我个人的问题呢 我就想起 有朋友说你老提那例子 我觉得那例子太精准了 如果从银行的自动提款机 你可以很经常的看到 拿出假票 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时间段 很多普通的人都可以拿到假票 或者说 一百元的号码 是同一个号码的这样的货币 我问你 这一百万亿的存款当中 有多少是真的 有多少是假的 那有关经济问题呢 台湾的媒体相应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中央社一篇报道这么说的 经济告急 习近平李克强真正的最大敌人 他讲说 7月份公布以来的多项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有专家指当前中国已经存在着 事实的经济危机 近日 台湾媒体分析 李克强要克服这样的经济危机 而绝非是经济问题 实际是政治问题 那所谓的政治问题 中央社的30号的社论直接讲说 各界对即将召开的18届三中全会 寄予厚望 希望在改革上有所关注 能否落实改革被认为习近平施政 是否有效 但是改革的阻力却来自于习近平李克强最大的敌人 其实应该是大陆地方 国有企业等政治经济的庞大利益团体 我觉得根本不是什么地方 国有企业 根本不是这个 这些东西都是被控制在主要的家族里面 他真正的利益集团 是他这主要的几些太子党的根深蒂固的家族力 我一定做到 让党放心 让人民满意 做好宣传战线上的称职喉舌 如果我们照顾的关系 节目做不好 也照样得罪领导啊 伯瓜瓜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 那昨天我们有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养他一年的最基本的费用 加上吃喝九个月的基本费用 要高达八万三千美金 那结果今天最新的消息 法广报道这么说 伯瓜瓜的名字从各大的网页上消失了 瓜瓜在美国深造的热议 在美国大陆的社交网站一度遭到封杀之后 哥伦比亚大学30号在网上的学生名册中 删除了伯瓜瓜的名字 那伯瓜瓜似乎已经被歌大录取 这个被人们认可 今年秋天入读法学院 事后纽约时报也引述了来自北京的高层消息 来证实这件事情 但是30号 哥伦比亚大学网上学生名册已经不对公众开放 哥伦比亚大学对有关学生申请入学问题 拒绝评论 也拒绝解释为何删除了学生名册 所以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他讲的说是哥伦比亚大学把整个学生名册给掩盖删除了 而他的题目是说伯瓜瓜的名字被删除了 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应该说法广在报道这件事情 这前后这个意义不太一样 单独删除伯瓜瓜的名字 那就意义就大了 如果把所有的名字掩盖住 也就是哥大不想招事 但是有一个事实 如果哥大确实录取了伯瓜瓜 伯瓜瓜可以在美国合法居住三年 那另外在中国大陆有另外一个有关薄熙来的消息 是这么报道 那这个消息呢 我们用的转载的媒体呢 是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讲说 中国杂志披露出薄熙来面临的指控细节 他讲中国著名的时事杂志财经 公布了他所说的针对薄熙来的指控细节 薄熙来去年的倒台 是中共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 那他的细节当中讲说 检查人员指控薄熙来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在大连担任市长时受贿 并且贪污 那这份杂志讲说 记者发现受贿与贪污的指控 涉及到400万美金 那但是呢 目前的问题出现在于 这篇文章的出处 它的消息来源 在杂志上没有任何说明 但是财经杂志本身是以调查和揭露中国的腐败而著称的 可是目前这篇文章却在财经杂志网上找不到 但是它被转载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博客里面 没有进行任何说明 那这里头呢 有一个问题 它讲的细节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 在大连所发生的问题 我们跟大家讲过 薄熙来出的状况 温家宝踹死他的理由 是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 而今天制裁他的罪名 却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在大连时的罪名 这中间的过程 这十多年 将近20年的过程 却成为空白 那他就是有病的人 对吧 带病提拔 那谁提拔他呢 他在重庆唱红打黑 习近平你自己也去了 那他20年前 他在大连时就出的事情 你们就都不知道 还是装着正眼瞎 你自个儿抽自个儿嘴巴 这事弄不清楚了 对不对 或者你当初 这个温家宝踹死薄熙来时 然后你们把薄熙来弄下来 今天觉得后悔了 或者是薄熙来唱红打黑 走毛泽东那一套 是你今天习近平也想走的这一套 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你越整越下 朝里的这点人呢 全是拍你们马屁的人 朝中给你出主意的人呢 是拍你马屁的人 没人跟你近中年的 对吧 朝里头这些给你们出主意的人 都是往你金盆里拉屎的人 你以为是个金盆的 我个人觉得就这么点事 你这圈你怎么也划不圆 你怎么划都会把自己划进去 只要你想保着中共 这道理太清楚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